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,最近在网络社群声量大爆发,记者统计,从今年初开始,韩国瑜在脸书粉丝专业的贴文,除了元旦拜年有6000多按赞外,平均每则贴文按赞数约在1000多左右,分享数也都只有10位数,每月贴文尽量三则,到最近在馆长加持下图飞猛进, 按赞数已经是过去的10倍甚至20倍以上,从今年1月起,韩国瑜粉丝业每月贴文约1到2则,频率算低,直到4月9日韩国瑜给高雄相亲的一封情书贴文,按赞数才破万,也有800多次分享,这则贴文等于是宣布投入选战,接下来贴文频率虽有提升,但按赞数还是维持数千左右, 在5月18到5日,党内电话民调时,贴文的按赞数略有提升,但最高也只有8000多,之后又跌回,在6月1日贴文中,韩分享直播影片谈证件,获得高达1.8万的按赞及10万观看,另一则上政论节目影音,也有2.6万按赞, 由于上节目的影音友好表现,接住数则上节目影音都有破万按赞,连带时的粉丝页的贴文赞与分享数增加,社群历大爆发的转折点,则是韩国瑜与馆长针对市政选举的对谈, 在本月9日创下6.9万个按赞数,观看次数更飙到160万,分享数更破万,接下来的国庆日贴文,剪头发与吃鲁味直播,都有1.6万,2.8万及3.5万的按赞数,显示韩国瑜的社群力道整个爆发, 而对手陈奇迈最近几天的贴文,按赞数大概都落在2000多到4000多之间,与韩国瑜的大爆发,明显有差距。 韩国瑜与馆长的直播,创下160万观看次数,图写取自韩国瑜脸书粉丝页,分享,相关阅读,骑兵分角身率票仓,高雄市长最新胜率分析。